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督新闻 我是吴亚婷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 数位化时代来临 有线电视也将银河潮流 进入数位化时代 不需要换电视 只要一台数位机上盒 就能提供收视户高画质的频道节目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就特别参加这次的国际旅展 希望加强推广 让收视户都能够拥有 家庭聚业般的享受 清晰的画质鲜明的色调 这就是有线电视数位化 和传统类比讯号最大的差别 字比较清晰 然后看的台数会比较多 可以看录起来 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影片 错过的东西就可以再重看 对对对 为了加强推广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的优点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特别在旅展期间加码送豪礼 不但要送一千元免费欢唱兑换券 免费升级数位收视兑换券 如果在旅展期间下单 更加码送出500元购物金 和免费宽屏上网一个月的好汤优惠 这一次我们高雄市在全面数位化 在年底之前会完成 那这次刚好配合高雄旅展 我们特别的我们公司也来到现场 来摆这个摊位 我们希望说民众可以拿的兑换券 他可以优先在这边免费升级成数位的品质 那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网络的部分 如果你来会场做申办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免费送一个月 60美以上都送一个月的部分 那我希望民众赶快尽快拿兑换券来现场 我们可以做兑换 不用换电视 只要申请加装数位机上盒 就可以看到业者提供的数位频道 有电影有戏剧还能玩游戏 娱乐性十足的多功能服务 让看电视成为家庭最幸福的活动 港都新闻吕宗义吴雅婷采访报道